最近基本上是笔记本的内容 没怎么做独显的DIY方案 坦白说我们没有销售压力 更多是来自于显卡的供应的压力 这单货能我展的3P才展够数 不是我摁着的话 早就已经被我们的网店卖没了 显卡是华晴的RX6700XT12G A卡相对有性价比 这是金属的背板 三个风扇 贯穿的三条热管 四个接口 两个8PIN的供电 电源是长城额定700W的金牌全模组 在国产里面它算是最好的 三线的四热管的全面400不用说了 还会再送一个机箱工扇 主板是华硕的B450的中抛手 两个硬盘的ML口 四个内存插槽 这是主板的供电部分可以看一下 CPU是锐龙的5600X6核12线程 内存是英瑞达的8G3200两条 英瑞达最近供货有问题 如果用完了就用海德船 硬盘还是我们常用的凯霞AC1500G 整个机器没什么坑点可言 都是我们常用的东西 那我晚上开箱 开箱前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公众号 是YZZDN这6个字母 我们会经常开车一些笔记本和DIY台式机 DIY台式机从1000多块钱到1万多块钱 不同的方案都有 大家有自己的方案 也可以联系我们的网店客服 接下来的外观 就是我们之前用过的爱国者的M2白色 还有千灰色 还有红色 那个红不是正红 我觉得是叫桃红 挺适合肌肉男的 机箱的外观不算多经验 但是不讨厌 侧板可以很容易的拉开 背后有一个排风的风扇 如果预算允许 顶部可以再装两个排风的风扇 散热会更好一些 背后的接口 我一共七个USB-A 一个USB-C DIY的机器一般我都是默认的设置 因为不同于笔记本 你调的话改变太大了 如果调的很好 你收到以后不如这个表现 那会导致一些客速很麻烦的 一般来说我宁愿演示的差一点 这样不会有任何麻烦 内存16G3200 CPU16和12线程 32M的三级缓存 RX6700XT12G的显存 6700XT我们之前演示过很多次了 是2560的核心数 192V的显存位宽 GD6的显存 三星的颗粒 12G的显存的容量 内存41.9G每秒 70.4纳秒的延迟 三级缓存462G 跑分时CPU75W 4.2G 1778分 你看得出来这是一个6核的CPU吗 这是一个非常优秀的6核CPU RX3的多核已经超过了1万分 是10032分 比11代的i5高了8.4% 柱状图里面后面几个分别是8核16线程 和12核24线程 单核的性能 关乎玩游戏的表现 它是1510分 比i7的10700高了21.6% 华硕中炮手主板的供电 加6核的CPU 加玄冰400散热能力 单烤不会有任何问题的 CPU现在4.16G的全核频率 75.8W 66度 环境温度25度 开始双烤 这个显卡太夸张了 2.56G 而且温度也不高 只有65度 峰值是195W 现在193W 所以说RDNA2优秀 不过这种优秀的也是台积电的加持 NV是在三星代工的 噪音40.1分贝 完全可以忽略 背后的出风口44.2度 有可能的话 顶部再加两个风扇是最好的 插线板上370W 这是一个700W的金牌的电源 足够足够足够 CPU还是75.8W 4.0G的全核频率81度 显卡195W 87度 2.52G 单烤显卡88度 还是195W 2.52G 鲁达斯总分717000分 CPU155000分 显卡514000分 显卡的跑分确实很高 3DMark的跑分是非常有参考性的 CPU是7322分 显卡是12226分 柱状图我放大一点 你们可以很明确的看出来 这个显卡是什么样的位置 它和笔记本的3080 和台式机的3060Ti 是几乎是差不多的跑分 几个百分点的来去 台式机的3080Ti 比这个卡高61.5% 台式机的3070Ti 比它高了20.3% 这个卡比笔记本的3070高14.3% 比笔记本的3060高38.8% 其实很明白 就是笔记本的3080 或者是台式机的3060Ti 可是工厂剪视频173秒 比这个更快的 要么是8核 要么是12核 PR导出视频44.3862秒完成 是纯CPU的模式 现在选择硬件加速 诶 独显有占用了 也没加速很多33.7168秒 凯霞的硬盘2746分正常 古墓丽影1920×1080 最高的画质136帧 A卡的光追不是强项 打开光追以后78帧 约等于3060 一个台式机的水平 不开光追很接近于3070Ti的水平 2560×1440的分辨率 开光追以后54帧 关了光追以后105帧 相较于1920×1080的136帧 其实下降并不多 再故意跑一下1920×1080的最低画质 柱状图你们可以暂停一下 仔细的看一下 和每一个显卡 它之间的性能的比例 比如像台式机的3080Ti 其实它就是3090 比这个卡高26% 蛮大的差异了吧 但是台式机的3070Ti 只高5%的百分点 这个6700XT 比笔记本的3080高了10.4% 比台式机的3060高了15.9% 比笔记本的3070高了18.9% 比笔记本的3060和台式机的2060 高50% 大概应该有数了吧 这就是一个A卡 这个信条1920×1080 最高的画质 96帧有点高 比台式机的3080Ti 还高了4.3% 比台式机的3070Ti 高11.6% 比笔记本的3080高26.3% 比台式机的3060高52.3% 谁知道CSGO怎么看 最后的帧数的结果 打索的工业软件测试 这方面A卡也是占优一点 最上面5个是台式机 下面4个是笔记本 红色是好 绿色是不好 3080Ti 约等于3090 占横比其实不太公平 价格也太不一样了 但是A卡还是会显示出一定优势来 跑下战地5 你们千万注意 这是2560×1440 画质是最高 没有开光追 帧数现在在120帧左右 114帧刚才最低 CPU74度 42%的占用 4.6G的频率 显卡77度 99%的占用 2.5G的频率 显存因为是12G 只占了40% 到了火堆面前是120几帧 127帧 120帧 把分辨率降到了1920×1080 现在帧数在144 143 提高了20帧左右 回到坡下面是1780帧 提高蛮多的 分辨率带来的影响 还是非常大的 再试一下开光追 这是1920×1080 最高的画质 开了光追 是60几帧 65帧 74帧 80帧 火面前60帧左右 又改成了2560×1440 现在在52帧 51帧 挡个世界 极高的画质 就最高的画质 2560×1440 不是1920×1080 现在帧数在150帧左右 CPU4.6G 显卡2.53G 显存占的很低 也就3G左右 CPU在这种游戏里面 更看频率 我觉得没必要看1920×1080的帧数了 用这种档次的显卡 这种档次的主机的话 还是用一个2.5K的显示器 只看一眼 看看能达到什么帧数 这还是极高的画质 1920×1080 现在250帧左右 很好 操作感受也是四般顺滑 绝地修成都已经落地了才发现 全屏显示2560×1440 超高的画质 现在落地以后 130几帧 在野外跑步在134帧 133帧 再看下三极致 还是2560×1440 在房间里250帧左右 在野外跑步180帧左右 再次强调一下 这是2560×1440 现在稳定在200多帧 貌似笔记本好像没这样的显卡 1920×1080就不用跑了吧 你像A卡就没有通过核显 就没这么多七七八八的事情 整个实测的过程中 没有一次像昨天有核显的机器 那样子爆错的情况 这是鬼服根本没人 这是steam里面看电影的游戏 画面非常漂亮 要比英雄联盟漂亮太多 画质设置已经无脑的拉到最高了 包括下面已经拉到最高了 现在帧数在145帧 140帧 CPU居然有占用率 44%的占用率 4.5G 4.4G左右 显卡也会有60-70%的占用率 比英雄联盟高很多 画面确实比英雄联盟绚丽很多 帧数在140帧到200帧之间 主要看它画面的切换 生化危机第八最高的画质 2560×1440 游戏提示会爆显存 其实不会 垂直同步忘了关 现在关掉 帧数现在在170帧 180帧 197帧 这个房子根本不知道从哪走出去 右上角显存占了51% 没说是爆显存 都已经是2560×1440 又是最高的画质 现在帧数在180帧 200帧 OK了 看一下正版的英雄联盟 现在帧数在700多帧 2560×1440的分辨率 极高的画质 地图中间发生战斗的时候 400多帧 很多人围殴 这个大boss的时候 在200多帧 好了 已经赢了 台世界的A卡和N卡是错位的 有另类的性价比 而且台世界不用像笔记本 那样子用核显输出 天生就是独显直连 没有那么多bug 整个过程中 没有像笔记本那样 爆错的情况 游戏的表现也是很好的 缺点是NV主导的光追 它的表现不好 但撇开光追以后 和3070Ti打的有来有回 完全按照今天这个方案的价格 是8599 另外还有两个变化的方案 把CPU换成锐龙的3600 把电源换成酷冷之尊的500瓦 这样价格是7699 还有一个英特尔的方案的变化 是把CPU换成 i510400F 主板460 微星 内存是16G的2666的双通道 这样子是7799 今天这个是基于A卡的方案 6700XT的 明天我尽量找一点 再做一个N卡的方案 N卡它憋着供应 所以说每一波数量都很少 我攒了几波才攒够 今天这个方案 在淘宝的首页搜中正评测 可以找到我们 我们的旺旺名是四海之内接兄弟 也可以在公众号 扫二维码找到我们 这样不会找到错的电 公众号是YZZDN 这6个字母 也可以搜中文的中正电脑 不是中正评测 不是中正测评 就这样吧 3060Ti 我按照今天配置 再做一下简单的演示 我尽快完成